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同志艺凡人人物小刚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北京库尔营展的开幕式现场 为大家介绍第五届北京库尔营展 第五届北京库尔营展 于201年6月15日晚间 在北京鼓楼东大街的老唱片咖啡厅开幕 虽然15日傍晚北京城区降雨并大风不断 但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近百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 其中包括参加本届营展的国内外特邀的导演演员 以及来自国内各地的馆长嘉宾 其中不乏为本届营展特别招募的庶民志愿者 开幕式酒会准时于15日傍晚6点半举行 在开幕式现场 北京库尔营展 主委会主委崔子恩 杨阳 图建平 小刚 放波波 悉数亮相 开幕式由第三届北京库尔营展 主委会主席崔子恩主持 现在我代表我们组委会宣布第五届北京库尔营展正式开幕 本届营展组委会人职主席杨阳发表了开幕致辞 她说我们的每部影片每个导演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立场 电影节的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立场 而电影节唯一的立场就是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 电影节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酷儿群体 更是为了整个社会 她表示革命尚未成功 酷儿仍需努力 开幕式上 本届营展的参长导演来自台湾的陈俊志导演 介绍了其参长影片《梅丽少年》以及台湾同志运动的发展 本届营展组委会成员小刚特别介绍来自内地不同地区前来观展的25人成员 并且代表组委会向辛勤工作的志愿者表示感谢 来自印度孟买国际酷儿电影节的负责人也在开幕式现场介绍了孟买酷儿电影节的相关情况 19时30分 本届营展的开幕影片 我们的故事 北京酷儿营展十年纪进行掌印 这也是一部北京酷儿营展组委会自行拍摄 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影片 大家好 我叫黄海湘 我来自南州 我现在在南州大学读大赐 大家好 我叫何小木 我来自重庆 我现在在一个同志的公益机构里面工作 叫我孙子 然后我是来自广西南宁的 就我了解到的全世界可能没有 就是大面积的向全国 就是邀请大家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次呢就是通过邮件组 就是征集 希望有 就是有想 有想的 就是愿意来都可以发报名 然后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了解到 感受啊 蛮蛮有意思的 还蛮有意思的 就看了很多影片 觉得真的蛮好看 他们好多拍的都是 记录圈嘛 然后就是说拍到了好多库儿的 他们的 呃 不管是 呃 Gale 或者是Lizabeth 他们的那个现实状况 然后还有遇到了所有的心理上面的困扰 生理上面的困扰 社会上面的困扰 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些是我们这些 不是同性恋的人所所面临不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去关注一下他们 去理解一下他们 不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社会还存在了一大群 这样的人 今年这一节虽然说有些波折 但是其实呃 我觉得效果呢都还是达到 就是对我来讲我想看到的东西 我想呃 跟更多的朋友认识 看大家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来的呃 目的吧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自由 然后感受到了一种开放 然后感受到了一种以前没有过的一种非常愉悦 或者是跟大家一块相处 感觉到一种非常非常自由 非常非常呃 反正就放松的那种感觉 希望更多人们接受我们这个团体吧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 有时间 有呃 有想法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值得来看一看这个东西 因为呃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 就这样的 挺好的 我希望下一节就是办得更加精彩 然后下一节会有一个更加宽广的地方 然后会有全国或者全世界更多的朋友过来 然后因为呃 你们没有过来可能不知道 等到你们过来了 就会发现 我们的酷尔影展 其实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世界 为你展现 我们各地 世界各地的酷尔 然后他们精彩的一面 本届影展从6月15日一直持续到6月19日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部不同影片展映 其中包括知名的花围梅 贵族 Gayna画等影片 让我们一起祝福本届北京酷尔影展成功 也是变态的 只是真实的 也许奇怪的 只是另一种做法 我们想开发 我们尊重它 我们了解它 他们个人的想法 他说我爱我恨我恨我的痛苦跟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的生活 也许你还没看过 他说我爱我恨我的痛苦跟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的生活 我只跟男人在一起 你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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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and 6月20日 一会儿 我想说我说我打敏了 我寸你就是他